在全世界華語風潮之下,身為金磚五國的印度,也開始在高中設華語為第二外語選修課程,急需一萬名的華語師資。因此向我國尋求協助,在教育部以及清華大學的共同視察下,最近在印度的金道爾大學、雅米提大學設立兩所台灣教育中心。 另外,印度五年內將提供獎助協金送兩千位學生到台灣留學。由此看出,台印兩國高等教育交流的大不邁進,相較於我國華語教學,在印度有了新的進展。然而在緬甸的華語教學,卻面臨極大的危機。物資缺乏教材老舊一直是緬甸華語學校的問題。因此,我國與緬甸沒有邦交國家之下, 我們送去的老師只能做短暫停留,無法長期任教。同時因為僑委會經費短缺,當地華語教師的培訓也已經不再辦理。 現在只剩下透過海外連招讓華僑學生到台灣念書的管道。然而,近年海外連招的名額卻越來越少。在此同時,中國大陸則透過不同的半官方組織,積極提供當地華語師資,並協助教學。 甚至可自行以緬甸華語學校進行學歷認證,讓緬甸華人可直接前往中國就學。 中國大陸也利用以緬甸的微妙關係,讓當地學校主動採用了台灣教材。從緬甸華語教義的轉向來看,顯示出我國將失去 原有了華語教學優勢。華語教學不只是語言的傳授,更重要的是文化的散布。 台灣書院的創意,也是想藉著文化外交的功用,讓更多外國友人能認識台灣,因應東南亞及南亞華語失之需求的改變。 我國將以明年開辦跨文化密集培訓的課程。我希望政府所做的各種努力,不可偏諱,像緬甸這類的例子,政府因協助民間單位共同研擬辦法,以更為積極的方式,將各種租源送日當地。 期待未來能像在印度所有的發展一樣,在緬甸也能有台灣教育中心,讓更多華僑子弟得以接受來自台灣的華文。